不是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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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妹放屁股就是香的 沒有臭的 妳都香的 像 我不知道 剛剛這樣聽下來感覺好像 男生對於屎尿屁這件事情 好像就是永遠脫離不了 然後 興奮 興奮 聊到這個 開心了 而且我覺得男生很神秘 男生不管有沒有上過廁所 放出來的屁都是臭的 這是個彩虹 不是臭的 不是臭的 辣妹放屁就是香的 沒有什麼臭的 妳都香的 香的 對 然後 小孩子就從這個年紀 是會有樣學樣嘛 然後呢 他後來就發現 放屁這種東西非常有存在感 他非常享受這件事情 已經從小就已經是一個男人了 他會特別指定 他就走到阿嬤面前哺一下 下一個屁又來了 就會走到阿嬤面前哺說 我今天要放屁的阿嬤面 還會特別指定 就這種東西 對 潛移默化的 可是這都沒關係 小醫生因為大家就是你知道 大人笑一笑就沒事了 小朋友放屁也可愛 哺一聲的 就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呢 有時候男生就會 打個比方 他只好幫他做個攝影幫他 拿個遙控器或裝個水 我就說我不要啊 他就會說 妳不乖 妳不乖... 可能就會打我屁股 下一個這個我一定要示範一下 然後呢 他下一個可能就會講 對... 破壞手出刺激面 就要對妳做這個動作 他就會這樣子 妳不乖 妳不乖... 下一表就會再這樣子 他就會說 妳不乖... 我打得有點大 真的哪位老婆 屁股蠻彈的 頂妳這樣 頂妳 頂我... 頂妳 我剛剛打他屁股蠻有彈性的 不好意思喔 小樹妳剛剛有被烏魯的感覺 我打 我打蠻大力的 然後呢 妳都瘦魯的 真的 姑娘妳幹啥 對 這個呢 如果是深夜情緒 大家就進展下去 這也沒什麼 但是呢 重點就不是深夜進展下去 就被孩子看在眼裡 有一次我就這樣 也在家裡吃東西吃 突然就聽到 我媽就會罵 就是我媽就會罵小孩 然後行為規矩不好 下一秒 我就看到一個崩潰的畫面了 我就看到呢 我兒子對著我阿嬤就說 就對著他阿嬤就我媽就說 來 不好意思 來 這個換一個 阿嬤 你不乖... 這個動作做的真的是 連小細節都有模仿到 還把衣服掀死 開始 Oh my God 這真的小孩子真的會學起來 對 而且這個年紀越大 沒有改過來的話 我好怕他去學校 我某天被叫去學校 是因為他同學衣服被掀起來 被說你不乖 我老公呢 他就是比方說他在家裡面 你叫他做所有的事情 他就會裝白痴 我這個不會做 我那個不會做 洗碗給你摔破一個 像我們這種人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能力比較強 我們能力比較強 我們就乾脆自己做 對 那你知道我自己做完以後 我老公會說 你幹嘛給我那麼大壓力 那你那麼會做你做啊 OK 這是在家 然後呢 比方說 像我魚翅 假設我吃個飯好了 我魚翅卡到 他就會問我說你還好吧 我這樣嗯 OK 他說那你還可以講話 不會死 就這樣子啊 頭轉過去就看他的NBA喔 沒有愛 我跟妳講結婚15年 就是食之無味 吃之可惜 那妳刺到那 我刺到 我看女人一定要靠自己 妳該不會去撞牆吧 撞我 我要撞我也推他撞 那是蛇啊 蛇吞蛋才會撞牆 我會不會去 可以 practices 開始 這一次